嗨大家 現在呢 沒錯我人不在大阪 我人在東京 不過呢今天是一個 有點小小悲傷的一天 那為什麼呢 就讓我跟大家娓娓道來一下 今天呢 伊安跟他朋友約了一間 好像很難約又很難訂的餐廳 然後這間餐廳呢 可能彷彿也許 就是一間壽司餐廳 也就表示說 可能彷彿也許會有很多的海鮮 那本人就是一個 不吃海鮮的人 所以我就是一個非常有自知知名 又很棒的人 所以我就決定說 那就不要去 然後我自己去吃飯 是不是很善解的意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不吃海鮮 然後我進到今天壽司餐廳 然後說 這個我不吃這個我不吃這個我不吃 那你說壽司師傅是不是會生氣 然後 會很尷尬 對吧 所以 對 結論就是我今天要一個人去吃晚餐 然後我想說 記錄一下 你知道是我們之間的 along time 天啊好浪漫喔 手好翻 我剛剛問朋友說 欸如果在東京一個人吃飯要吃什麼 我就有獲得兩個提議 一個是afuri的拉麵 然後另外一個是去新條吃炸牛排 兩個比起來呢 我現在對牛排比較有興趣 所以 對我現在去新條 耶 好大家都要看我 我們先走吧 掰掰 感覺我現在有這麼一丁點的邊緣 而且我等一下應該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礙 就是又要在外面 然後讓大家看到我自己拍自己的自戀的樣子 唉 今天感覺會是大家其實跟我做很多唇試的一天 那我剛做的第一件唇試呢 就是現在東京大概是個位數嘛 然後我今天穿的是MAG的這個洋裝 所以 我下面呢本來有穿一個襪子 但是我剛剛 就是突然就 不知道哪根禁服隊 我就把它脫掉了 所以現在我這邊 真的是空蕩蕩的 冷風都可以灌得進來 你是不是很蠢 等一下我已經 我快要出站了 我已經感覺到那個 風已經 可以吹進我的裙擺下面 OMG 好冷喔 我到底是 快要被自己蠢哭了 我的天啊 這個大陸吃我要迷路了 我現在應該是 欸 應該沒有錯 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在 日本的街頭走路 但是沒關係 凡事總有第一次 這裡的感覺其實跟大阪又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啦 我不知道怎麼講 大阪有一種更 慵懶的感覺 然後東京就是 東京 有沒有去過東京跟大阪的朋友 可以留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這兩個地方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好啦 這個應該就是這裡吧 應該是吧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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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順利的入座 然後點完餐了 來來來 哇 今天就是一個人吃飯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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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到旁边那个坐牆的声音 就是我正在煎牛排的声音 居然有芥末了 加芥末很好吃 我今天选择放生一个人出来吃 吃饭是对的 你看我现在在这边吃牛排 不然我就要在寿司店吃海鲜耶 感到像吃海鲜很吃亏一样 好我现在吃完饭了 然后哇这支影片预定的内容就这样结束了耶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无聊 我自己觉得很无聊啦 我在想可能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可以逛一下 我对新巧实在是不胜手 不过距离伊安他们吃完晚餐时间大概还有40分钟 稍等一下 好的 我本来想说还有40分钟嘛 所以是不是要去玩个游戏啊 或者是你知道就是让这影片不要那么无聊 但是呢左想右想我就放弃了 那言瞎之意的就是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有喜欢跟我就是你知道很废的吃了一个晚餐 那对大概就这样 如果喜欢的话给个thumbs up然后呢订阅我的频道 我发誓绝对不是每个影片都会这么废 那就先这样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 我第一次一个人晚上在日本的街头走路 我觉得有点小害怕 哦 好了 好前面看起来有着亮点 有点小害怕 不要ocar 你对一些吗 有点大事 有点小害怕 哪里还在哪里